7月26日,时代风俊与微博发表TFBOYS深圳六周年演唱会门票不识传闻的声明。 声明中称,从未向黄牛及非官方组织提供过门票,更无加价行为,近日会公布售票具体情况。 据悉,7月25日,王俊凯威八在微博发文称,TFBOYS深圳六周年演唱会门票,在购买过程中存在着提前大量锁票的情况。 导致大量门票无法购买。 对此,微博at中国消费者协会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深圳公安维权。 随后,TFBOYS官方公司回应,将于近日公布售票详情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